粉紅大軍請潮而出 外送員騎的車 還以為是有大客戶下訂 其實場地是在駕訓班內 外送員專心聆聽安全講席 從緊急煞車要怎麼拿捏力道 還有連續彎道 重心和角度要怎麼抓 有正確示範 當然也有常犯的錯誤 一般人遇到緊急狀況 通常過於緊張 所以他煞車都會操作失誤 以至於造成煞車力過強 過強輪胎鎖死的話 當然車身的穩定性就會變得很差 所以一般很常發生 就是還沒撞上之前 可能自己就先摔車 外送員犧牲接單賺錢的機會 參加安全訓練課程 從基本操作到突發狀況應對 都有專業技術教練受課 最近很多那種道路就是說 行人穿越馬路 他在為不在行人穿越道上穿越 這我們可能平常不會注意到 尤其在市場 我們很多合作的店家 幾乎都在市場 或是一些像我們金融廟口附近 人潮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騎乘的時候也會注意到說 人如果出來的時候我們要怎麼去防範 今天信念的目的是讓在道路上行駛 就是增加安全性 不影響別人 也是保障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 因為考取了駕照以後 可能上路了以後的話 有些我們交通安全的部分的話 那知識的部分還需要再補充 那所以市域也有辦相關的活動 那是在我們這個月的21號 那當然也希望說 我們市民朋友們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參與 參加安全講席 目的是希望外送員 每一份餐點都能夠平平安安 送到消費者手上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我們無刊過 判斷 導致